我有一个朋友,他每天都问我,为什么会有鬼呢?我不信了,如果有的话,就让他们出来见我。 每次他都说得很大声,而我每次都很生气地阻止他。 但直到他遇到那件事后,他才终于相信了鬼的存在。 那是一个雨后的傍晚,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去森林里露营。 那片山林有很多禁忌,是人人皆知的,但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禁忌隐藏在深处。 以下就是以他作为第一人称,所叙述的亲身经历。 因为大雨,我们的行程被迫延迟了。 当我们终于到达露营地时,天已经黑了。 我们手忙脚乱地搭起帐篷,生火做饭。 看到每个人都分工合作,我真的很开心。 吃完晚饭后,我们围坐在火堆旁,弹唱着歌曲,弹笑风生。 不久后,我们开始感到无聊。 我提议去探险,但很多人都反对,认为这是森林,而且没有经过有关当局的批准,探险是不允许的。 但我固执己见,最终大家只能听我的。 在森林里有一个很大的禁忌,就是不能叫别人的名字,但我却不以为然乱喊其他朋友的名字。 每个人都感到害怕,只有我毫不在意。 结果,这次探险不得不中途作罢。 晚上,我一个人睡在一个帐篷里。 半夜,我感觉有人在我帐篷外面走动,甚至就在我身边。 我睁开眼睛,却什么也听不到。 我以为是朋友在捉弄我,于是探出头去看,却发现每个人都睡得很熟。 我感到奇怪,但并没有多想。 我继续躺下,那时我并没有想到有鬼,只是一心想抓到那个捉弄我的人。 于是我保持警觉,随时准备起身,逮住是谁在捉弄我。 但等了很久,什么动静都没有。 我更加确信是朋友在恶作剧。 正当我快要睡着时,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 阿军啊,阿军啊。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,非常近,仿佛就在我的耳边。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,但声音清晰地再次传来。 我开始感到害怕,因为这是我的乳名,只有我妈妈和奶奶知道。 我从未告诉过其他人。 恐惧瞬间笼罩了我,我开始发抖。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念经,虽然不知道该念什么, 只是不断念着纳摩阿弥陀佛。 我不知道自己念了多久,天终于渐渐亮了。 当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,走出帐篷时,眼前的景象让我毛骨悚然。 我的帐篷竟然离其他人的营地有大约十分钟的路程。 那一刻,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 我干联系,也您肯定了。 如果我真的是在马尸和,我看着你妈妈妈的废篮。